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好 各位亲戴的朋友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家常菜 就是酱烧猪仔骨 这个猪仔骨通常都是急凍的 买回来就把它洗净吸干水 調味料有黑椒醬 就是黑椒醬 柱厚醬 還有醬油 還有意大利的雜香草 現在把醬汁放進碗裡 醬油 調成醬汁 醬油 加入香草 調好的醬汁 醃一下豬仔骨 醃過多小時 讓它入味 醃過多小時 等等把它醃一下 現在豬仔骨大約醃過一大小時 就可以放進焗爐裡焗 在烤盤中鋪發射燼 先把猪仔骨放在烤盘上 把猪仔骨放在螺蛳骨 把猪仔骨放在螺蛳骨 180度烤大约40分钟 因为每个烤炉都有不同 因此用烤炉来调整 现在烤了大约30分钟 先塗蜜糖 在上面塗一点蜜糖 把猪仔骨放在螺蛳骨 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等它烤一下 等一会再拍给大家看 现在这个猪仔骨就烤好了 这个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酱烧猪仔骨 喜风的朋友可以试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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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